臨時的愛心舞好可愛 一人出席活動也少不了愛心手勢 就連許光漢在韓國亮相 也得入境水俗 6 5 4 各種愛心手勢大放鬆 韓星玉澤眼來臺灣 對大批粉絲比愛心也不尷尬 甚至這段在粉絲見面會上 親自和粉絲說再見 回應愛心的影片 讓網友大讚 玉澤眼粉絲服務 很到位 但過去的他其實也曾經抗拒比愛心 不過演員蒲種植過去曾在時尚活動中沒比愛心 被要求後也只比了半顆愛心遭到抨擊 演員蒲種植出席同場活動 一樣只有揮手致意 雖然事後雙方澄清是因為品牌方禁止出席的藝人比愛心 但的確對於一些人來說 說要比出愛心還是會有些害羞 如果比得不對的話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子變成就是你知道 動作就是角度的關係 就是會你的 尤其是對男生 就是會說你的重要部位是很小的 韓國男生就是希望是就是陽剛 就是比較像大男 就是很悍很悍的那種男生對不對 所以不要太就是很娘娘這樣子 比不比愛心跟文化也有關係 不過看看孔劉用全身肢體語言 表達對粉絲的愛 雖然比完後的他用手摸著臉 真的覺得很害羞 但反轉魅力依然迷倒粉絲 華視新聞 方廷洪錫雨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謝嘉璇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